三万二千菩萨摩克萨得正无量二三枚 三万四千菩萨摩克萨得无数无量陀罗利门 能转一切三世诸佛不退法轮 这个是更不思议 我们说有很多菩萨他度众生的期间 是不是很多事情做不到呢? 原来很多事情做不到 他做不到他是不是很想做呢? 很想做 很想做他会怎样呢? 求佛吧 要是念陀罗利 希望求陀罗利 陀罗利有什么现象呢? 陀罗利者 译过来叫做真言 叫做总词 总一切法 词一切义 真言是宇宙间最真实的言词 过去现在将来你一叫都认得到的 那是真实的 他里面的现象你一说出来就是相应的 契合的 连这句说话 能够淨化一切众生的身口二恶业 能够达到空无相无怨契祷 不单只能够种植一个将来成佛的种子 将来令他成佛 由这样的含义 名为陀罗利 因为不同的修行人在他导生的期间 发过不同的宏愿 所以摄取的真言亦各有不同 这些陀罗利就会令到他有方便智慧 来导这些众生 所以陀罗利是发药 做什么? 是圆满菩萨导生的愿望 所以陀罗利是用的 用来做什么? 第一 圣化自己行者的身口二恶 第二 是圆满导引菩萨想导的众生 这种的力量 因为他听完这个无量二经 能够碰植这无量无数的陀罗利门 能够转 因为能够入于种种的秘密三昧门 能够转一切 是三世诸佛所转动不退的法论 由一个很普通的菩萨 听完无量二经之后 衍生出来的改变 有三万二千个菩萨摩萨得无量二三昧 有三万四千个菩萨摩萨得无量无数 无数无量的陀罗利门 以种种的陀罗利门 是否不退法论 是 能够入于一切法狀 于法自在 但是 他是不是拘离我学哪个宗派 哪个法门 哪个老师 哪些经典 不是的 他是已经通达了个实义 在实义当中 能够通达一切法 能够转动一切如来 出现在世间所转动的不退法论 如来如果在世间不转动法论 他不会出现在世间 所以一一如来 一一如来都说法 没有如来不说法 一一如来出现一说法 就导入很多众生 他说的法就是不退法论 意思就是说 因为这个菩萨得正无量二的实义 得种种的种词法门 得种种的陀罗利的成就 能够所转一切的意思是三世如来 过去现在将来 十方虚空一切如来 他所说的法 他们都能够说到 想起这八万菩萨摩可萨法王子 是不是都可以 即是大庄严菩萨为首 文殊和普賢 全部都可以 所以能转一切三世诸佛 不退法论 还有 当时还有很多很多在会的众生 因为听到这个无量二经 其朱比丘 比丘利 丘婆塞 丘婆怡 天龙夜叉 天龙八步有福德之人 听到这个法的人 全部都得大改变 包括大家 我相信 听完这部经 都一一有大改变 这里 如果大家可以搜资料 都可以搜到 比丘 大家都知道 出家的男众 比丘出家的女众 严守戒律 丘婆塞在家的男众 丘婆怡在家的女众 受五戒 天龙 天众 龙众 夜叉 快捷飞行的夜叉 侄捷鬼 潜答婆 音乐神 阿修罗 箭神 家流罗 大鹏金次了 锦拿罗 锦拿罗 歌神 都会唱歌 摩侯罗剧 网蛇头人的身 大转轮煌 大转轮煌 即是天界大转轮煌 世间的大转轮煌 主要指天界的大转轮煌 转轮煌 即是行以正法 教化其他小国王 这个大国王 叫大转轮煌 小转轮煌 即是在区域的小转轮煌 又用一些法 教化他们 和他有关的附属小国 叫小转轮煌 大转轮煌 叫金轮聖煌 或者是銀轮聖煌 银轮煌 铁轮 朱轮之王 在天界有很多这一类众生 世间的 或者是天界的 有国王 王子 国神 国民 国士 国女 这些全部有大福德 各大长者 及朱眷属 百千众巨 都一齊 这些人 请问 有没有大福力呢 没有福力 怎麽听啊 这些经 根本都不会有 讲的机会 是吧 好了 因为听这个妙法 所有的天龙八部 有恩怨的人 听文如来 当时这麽说 文法如来 说是今时 画得暖化 鼎法 隐法 世间第一法 衰陀援果 思陀含果 阿那含果 阿罗汉果 匹之佛果 又得菩萨无生法忍 又得一陀罗尼 又得二陀罗尼 又得三陀罗尼 又得四陀罗尼 五六七八九十陀罗尼 又得百千万亿陀罗尼 又得无量无数行河沙 阿生其陀罗尼 皆能随信 转不退法轮 不退转法轮 无量众生法阿紐多罗 三秒三菩提心 这就是佛说 无量而经之后 所产生的效应 我们回复这一段 因为这段是整部经最难解 最精华的部分 佛就告诉他 其实佛最初 和中间和最后 所说的二理如一 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 解二 正果亦二 即解有分别 分二 所以正果亦有分二 所以佛一说法的时候 如果大成人都听到 就算说最普通的法 他都会发大成心 如果对异成人说 一听这些法 你多大的法 他都会出异成警戒 所以随其心 而衍生不同的法上 所谓得到得果 各有分别 如来行顺着众生的根基 所说法 过去 现在将来 如一 佛无二言 不过 今天 藉着你这一问 将个真正的原理 拆开了 四十多年说法 未显真实 今天 应大庄严菩萨你这一问 我准备用最真实的说话 讲述了真实的法门 这个前面所说的声门成员 是权巧 不是真实 真实是什么 欲要成就无上正等正确 必须修行一法 我再问 有没有第二法 你说说大成法难不难 不难 只有一个法 若欲疾得阿纳多罗三秒三部提 当需修一法 此法明为无量义 这个无量义如何修法 就是说 我要看 当下间 即时看生住意面 过去现在将来 过去现在将来 是不是念念间变迁的 我现在想着 就已经变了后一个念 对不对 永远的念都是 一出就没 一出就没 皆不可依 是 本来圣上空直 一切过去现在将来 皆属幻化 我心不染 这个是否菩萨的心 永远空观三世 他不是不出现 我问你 菩萨说我要度这些众生 这些众生要落地狱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众生度尽 方正菩提 对不对 接着我问 光莫女 有没有妈妈的 有 见到妈妈受苦 伤不伤心 那五蕴是否伤心 她怎么度 发愿 发愿 发愿便到她 但是这个菩萨 会不会染的 这个点 不是她在染中 她又哭又盛 对不对 你不要给这个上额 似菩萨已在声闻辟知佛地 对不对 地狱菩萨是否声闻辟知佛地 她这个是什么 是应化来的 她为什么要这样进入去 因为要经过这样 才会发愿去度众生 一愿了她便放下 实无有法 所有大乘法的共通地方在哪里 就是说 当她知道是假 她不离开虚假的世界 反而入于一切虚假的世界 作众生不拯之有 应以何身得道 现何身而为说法 普门是现 行顺十方 做不到的发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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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生世世 依怨而行 将来会怎样 是否会摄取莊严 因为那些功德来 是否经过她度的人 会生去她国土 这就是个分别 大家明白 这种发愿是否无量义 一个声闻员国 做不到 做不到 严格来说 他都未开始 对不对 未开始 只有兴起无量义的心 发无量的宏愿 入于一切世界当中 广行空花佛事 就是捉不到的 水中月 空中花 捉不到的 但是他继续做 虚空无尽 众生无尽 烦恼无尽 我此大怨 无有穷尽 念念不住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身与意孽 无有皮焰 对不对 他永远追着下去 为什么呢 我经常都说 是否犹如演戏的人 演戏的人怕不怕戏 不怕 但是他会不会停 不停 但他永远是戏 他会不会介绍 不介绍 好的坏的 全部来 但是我好的坏的 都衍生无量的度生力量 这就是菩萨出现在世间的示现 的价值 这种法 名为无量二 在金刚经讲 叫做世上第一稀有之法 是否尊无过尚 那我们如果拿着 《无量二经》 去砍本金刚经 你不要想着砍得到 他一砍就一样东西 对不对 那是不是经王 是经种之王 是吗 哇 这是不是世上第一稀之法 是否尊无过尚 是啊 我们要问 是否文理真正 是真真实 是否三世如来 共所守护 可不可以说 《无量二经》 出生三世诸佛 对不对 是否和般若法 是否一样 是 即是说 你一切相 行一切善法 皆得阿努多罗 3秒3号题 是否所有大乘法 都在讲这个道理 好了 下一讲 开始我们讲 实功德品 实功德品 如果大家听完之后 你会觉得 转动《无量二经》 这部经的实意 一转动 一切世间的众生 都将会同入大乘愿海 所以转动这本经 有莫大的恩怨 莫大的恩怨 莫大的恩怨 十功德品 是指 当一个修行无量二的大乘修行人 他不需要去学 不需要去修 不需要折 他自然成就 后面这十种功德 这十种功德 直至到陪他成佛为止 这十种功德 会令一切 他要度的众生 全部同成佛境 所以这部经 是大到不得了的经